正常发挥频道会员召集令 四种频道会员 壮大我们监督的力量 欢迎您召集亲朋好友加入 让正常发挥的声音 不会被消失 现在美国的做法是 我看基本上就是把它 看出一个战略机遇了 我看他的目标是逼着普丁 一定要用个低当量的核武 此普丁成为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首先使用核武 在战场上 首先使用核武的人类的罪人 这就是美国想要的 这个机会太好了 这个机会如果没有好把握的话 那美国就白混了 美国就是靠这种机会的 不断的修理他的敌人 撞到他自己 这个机会美国不来 这个我们在英文叫 这个叫什么 这有一个叫 锤得很低的水果 low hanging food的意思 这个在国际上 我们这个行业常有 low hanging food就是说 这个就是你可以摘的东西 垂首可得 垂首可得 垂得很低那个水果了 对不对 那个水果快熟 就是你眼前了 就吃了吧 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 就是垂首可得的东西 这个不叫普丁赶快变成 全球历史罪人 然后继续道德 各种方面再继续修理普丁的话 更带核死 真的 我们要了解美国的这种国家 不能照我们这种 仁慈的心理来想说 核武还得了 这人类这样子 死多少人 美国一点都不在乎 基本上就是要逼着普丁出手 所以你看红利曼也好 赫尔松也好 最近打得很凶 谁今天在战场 那个乌军的负责人 基本上就是美国 那个哲伦斯基就是个傀儡 叫他打就打 叫他停就停 动都不敢动 所以基本上 我是觉得现在在 不断的在逼普丁出手 逼普丁出手 那普丁是不是会出手呢 事实上是会出手 我总觉得他好像越来越 会出 越来越响 所以要他的好朋友来看他人 因为我们不了解普丁 对我们知道他看起来 有点那种阴阴的 他要出手的时候 这个坐姿都是很怪的 就有点 有点像旁平的那感觉 他那种姿势一出来的时候 就是要发很糟了 上一次我看他跟那个 在日内瓦跟拜登那次见面的时候 他的坐姿我一看 哇 准备动手 这种都是要动手 有钱兆的 有钱兆的 所以他的好朋友啊 两大好友 对不对 一男一女 女的是Merker 已经跟人家讲说 你们不要拿他的话开玩笑 要认真看待 要认真看待 他们两个交情是好得不得了的 普丁讲法 讲德文 Merker讲俄语 两个沟通无碍啊 所以过去这么多年 其实就是说 德俄合作的很厉害 也就是让美国感觉 你这个德俄 你要合作起来 自我美国于何地 对所以调起一个 俄乌战争以后 再把你北极再炸掉 然后再叫俄罗斯 在欧洲的土地上 可能还是乌克兰 使用一次核武 让你们永远跟他的关系 很难在短期能够修复 那另外一个 芬兰的总统也讲话 也是世界上号称 最了解普丁的一个外国人 芬兰的总统 也是说 你们不要再逼他了 再逼普丁先生要动手了 你们不要给我看 那这个话一讲以后 美国更高兴啊 太棒了 那我们继续逼吧 那既然会这样子 可以这样好 这叫什么 挖人坑挖掉 人够修夸啦 对对修夸 然后呢太好了 那当然就继续逼他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基本上这个 真的这个乌克兰啊 被美国绑架的之厉害啊 从这里就看出来 没有自己的利益了 那反正他还说 今天还签了一个 除了申请北约 另外还签了一个协议 我们哲伦斯基 绝不跟俄罗斯谈判 对你有什么毛病啊 他就不谈判 你有病啊 准备战场上见真章嘛 那太好了 那美国 这个美国的布局都不好 那不过就是说 中乌这个签署的这个协议 我事实上我找到它原文 原文的其实 它这里面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出入 因为它事实上就变成就是说 当时在这个情况之下啊 国际社会都很关切 乌克兰 还有哈萨克和白俄罗斯 三个过去的俄 苏联时代的加盟共和国 他们怎么样销毁核武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签了一个布达佩斯协议 那中国大陆没有参与 西方国家就三个 美国 美国英国啦 法国都没有 美国英国 俄罗斯三国以外 再加上白俄罗斯 再加上乌克兰 再加上哈萨克 因为除了俄罗斯共和国之外 那三个大共和国也都有核武 所以布达佩斯协议里面 就叫他们销毁这些 这三国俄罗斯以外俄罗斯 核武不动 可是那三个都销毁 那符合美国英国 俄罗斯当然那时候也是觉得 对他有利 当然了 可是里面有一个问题就变成 他有一个条款说 这些国家自费武功以后 我们要保障他的安全 保护他 要保护他 所以这个基本上 那现在就问过 现在这三国家 有一个国家被修理的那么惨 那你美国英国 你那个签约 你的义务有没有 所以真正在讲到 就是说 这些国家安全出了问题 那么因为他去核 出了问题的话 那要保护他的 应该是美国跟英国 当然美国跟英国 现在也是加入这个战争 所以某种程度上 他也履行 他在布达佩斯备忘录里面的 承诺的义务 没有错 可是中国大陆 这一个条文在第五条里面 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乌克兰 撤除了 对于乌克兰 把他的核子武器 销毁 中国大陆 表示高度的赞赏 而且中国会怎么样 中国会秉持 使用核子武器的一贯立场 绝对不会对乌克兰 率先使用核武 就这样子 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说 提供安全保障 这个基本上提供安全保障 在我们看国际关系里面 这是属于攻守同盟 中国大陆 我从没听说 中国大陆有开阔 没有签过任何攻守同盟 对 没有任何攻守同盟 没有这种军事同盟的 相关的合约 从来没有 因为中国大陆 从万农会议 1955年万盛农会议 大陆的外交的主事严 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原则 就是怎么样 不结盟 中国大陆是不结盟的 没有签任何攻守同盟 所以这个我觉得 台湾方面在 一直在强调这个议题的 是有一位租房子只花了8000块 然后呢 他有讲过是吧 有啊 他有讲过 真的啊 他在把它拿出来这个 他有讲啊 早知道 早知道 早知道我就不要讲了 真正 对对对 这位租房子只花8000块 还有额外 还还税 还有service 睡金的睡跟睡觉的睡 对对对 所以呢 他在讲的 可是我看了原始条文 但他讲的其他的部分 联合声明啊 基本上我没有找到 所以应该是 就是中国大陆不会 对乌克兰 率先使用核武 率先使用核武 对 中国大陆 不要率先所以可以排第二 所以俄罗斯先用再用 俄罗 中国再用是可以 排第二名这样 排第二名 所以条文是这样写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国际媒体也没有报道 我们台湾 台湾在报 我今天是在 这个 中国大陆的这个 新闻平台上面 对 一篇文章里面 我在爬 爬些资料 看到了这段话 对 那我就去研究了一下 确实我也没找到原文 然后讲的人 确实也不多 对 那他这一段的 我是把它浓缩啦 他这段的解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对 就是说中国大陆要提供安全保障 那我刚刚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观众留言 说可能所谓的安全保障 也应该仅限于这个人道救援啦 就说如果我不会对你使用核武 那如果有人对你使用 那我可以提供你安全 人民安全上面的救援跟保障 对 我刚看很多这个大陆的朋友可能有 比较了解相关内容的 是提出这样的说明 对 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这个安全保障 它的解释空间就很大 很大 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不会说 我就 我就帮你出兵啊什么 我们拜登 拜登老先生讲了四次保护台湾 他也没讲怎么保护啊 那对啊 对啊 新加坡人就学着 他的保护就是在2000公里以外 提供你一些裙子 对啊 也是美国军舰上的裙子 就是美国的uniform 穿制服的美国男女 对不对 帮你在2000里外 提供你一些裙子 这也是Protect 这也是帮助啊 对啊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解释空间很大 解释空间非常大 不可能做 这种 如此 严肃 责任重大 而且会违籍自身的承诺 这是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一定会做这样的事 对 绝对要怎么讲 我们以前 以前 老长官处理任何事情都说 你有没有考虑将来的回旋空间 嗯 这是很重要的 回旋空间 所以我们拜登先生 讲任何 讲了四次 台湾的安全 美国会怎么样 他的回旋空间都极大 对 那我觉得这个好 如果是有这个联合声明 也是很大的回旋空间 嗯 嗯 就是说签约的对方 无法用这个条文来跟你要求 嗯 跟你要求旅行 嗯 对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呢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喔 不会感染 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呢 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埋回家自己来使用